1860年9月 于天津登陆的英法联军 禁逼北京城下 咸丰皇帝逃往成德避暑山庄 留下几万守兵归宿在城墙之内 郊外任由侵略军劫掠 10月6日 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 少量拿着刀锚的清兵一战几百 护员大臣只好投水自杀 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园林 眼花缭乱的侵略军 马上开始了疯狂的劫掠 接着 联军司令部下达了 可以自由抢掠的控制 一万多名英法官兵 你来我往争相入园 各个满载而归 10月18日 3500名军军手持火把 再度进入圆明园 到处点燃 圆内的三百多名太监 宫女和工匠葬身火海 这座巨大公园 烈焰腾起三天 鱼烟粤鱼不息 正可谓 一具焚明园 千古江山流恨记 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 从留下的照片 还可以看出多数建筑残迹 还比较完整 清廷在三十多年里 仍然将此当成重兵看守的禁院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修复工程 同志光绪两代皇帝和慈禧太后 也常到此巡游 只是因为内忧外患不止 清廷彩礼捉襟箭肘 只能挪用海军经费 修建颐和园而无力多顾 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不仅颐和园遭一场喜劫 园明园遗址也遭彻底破坏 因为管园机构逃走 园内无以为生的闲散骑兵 和城里的流氓游民群起盗运建材 进入民国年间 遗址更无人看护 各派军阀乃至许多富户 都至此搬运石料来建墓修园 一二十年间 前来盗运的马车几乎每天络绎不绝 残缘简直成了石料厂 直至新中国成立 圆明园遗址才得以保护 近些年又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假如穿越时空隧道 人们会看到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到秦俄房宫等无数辉煌的宫廷群阁 也能一再悲伤地目睹 一具成灰的火光 耗尽民脂民膏的建筑 与战乱破坏向循环 构成了历史舞台上燃情的遗物 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有壮美的文明成果 将会完好的留给后人